霹雳怡保时代广场今天清晨发生了夺命火灾 位于四楼的娱乐中心起火狂烧 造成六个人死亡 当中包括了三名本地怀疑男子和三名外籍男女 另外两个人呼吸困难 重伤送院 死亡大火今天清晨5点40分 发生在怡保雾边路时代广场 这栋地下两层 地面六层的大楼 建筑本来是办公楼 但四楼随后改作娱乐中心用途 而大火就是从这里烧起的 校长队接货头发后 十分钟内抵达现场灌救 当时共有14人受困火场 其中八人已经逃到五楼 由于两层楼共隔出了15个隔间 并铺设了地毯等易燃物 加大了搜救难度 有消防员在行动中受伤 我们使用氧氧氧氧 当局出动云梯救出了逃到五楼的八个人 随后陆续在娱乐中心出口 发现两名本地华裔男子 Dai Chi Kin和Lao Wei Hong的遗体 并在卡拉OK房内和房外 分别发现有越南女子死亡 至于另外两名死者 分别是本地华裔男子 Chui King Hin和另外一名孟加拉男子 相信是吸入过量浓烟 窒息而死 两名伤者包括了39岁本地男子 Ng Kok Ng和一名不知名人士 所有死伤者已经送往医保中央医院治疗或解剖 当局还在调查娱乐中心是否符合安全标准 并鉴定有没有超时营业 违反了只能开业到凌晨一点的规定 警方将从猝死角度调查全案